从仲泰再推出宝石泰并尝到了山寨的甜头之后 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不断山寨多款豪车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仲泰也因此得到了皮齿布这一美称 很多网友都在调侃说 这辈子能不能开上法拉利和兰博基尼就看仲泰的了 最近有关仲泰新车的新闻少是又少 就在大家以为仲泰是不是金盆洗手 开始说 开始走原创道路的时候 仲泰迅速的用事实给了网友一个大嘴巴子 不久前 网上流传出仲泰新款SUVL10的叠照 从外形来看 仲泰这会是将目标邀向了路虎缆胜了 这里缆胜心头一凉 也有网友感慨道 皮齿布果然不是吹的 这回真的是做出了路虎 国产缆胜又着落了 确实不负众望 宽大方正的车头外壳和悬浮式车顶 笔直的腰线 没错是路虎无疑了 但如果你仔细看仲泰这辆新车还会发现车头有一点奥迪新款Q7的风格在里面 在细节方面L10也配置上了相当大气的大尺寸多幅式轮毂 车尾部也采用了多根银色镀隔条装饰 并且车尾没有任何标志 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交给车主来自由DIY呢 内饰一直是国产车的强项 这款L10的内饰还是很精致的 空间布局借鉴了奔驰的风格 搭配双联屏设计充满了科技感时尚感 此外还采用了捷豹路虎的扭旋式换挡机构 而方向盘也是使用了保时捷特有的屏底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在配置上提供有一键启动 电子手刹 自动空调 娱乐系统等功能 内饰是集众多豪车为一体的部分 或许外观和内饰比较好借鉴 但是汽车核心的三大件 重态可就没有那么好借鉴了 动力方面L10搭载2.0升发动机 传动匹配的是ZF的8速自动变速箱 可以说是下了重金在里面 吉利奥帕街这款车未来上市很可能会被命名为T900 售价会接近20万 你们对这款国产的路虎揽胜有什么看法呢